你虽然得到一点小的快乐 你自己认为是快乐 实际上是刺激 那不是真正的快乐 这个世界 甚至如真如锐 稀有难逢 我们这个世间 为什么这么少 这些与众生的业感 才是真正的业业 众生好善 好得 这些稀有难逢的人 你会用到 他会教你 如果你对 能理 道德 甚许恶 不感兴趣 对这个世界 财神明十岁 明文理雅 对这个人感兴趣 佛菩萨就不来了 佛菩萨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这是早一夜 你喜欢这些东西 也有人来加持 来帮助你 什么人 妖魔鬼怪 多为多愣眼睛 就晓得了 妖魔鬼怪 这四大类 他就喜欢这些 他就来了 你虽然得到一点小的快乐 你自己认为是快乐 实际上是刺激 那不是真正的快乐 我讲经是常常把它比喻吸毒 世间五一六成的快乐 就像吸毒 那是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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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患无穷 苦不堪眼 那不是真路 这是世人迷惑颠倒 所以甚至到这个世界来 机会就很少 这个世界有几个善人 好学的 他回来 他来的时间也很短暂 来教导这个有缘人 有缘人学得很快 稍稍学得上轨道了 他走了 我们想连沾一点光都沾不到 这个道理要清楚 因为我们自己没发心 真正要发心学习 这个佛菩萨他就要常驻 常驻实现 自己还是贪图名文利养 他当然就早走了 他对这个世界 一丝毫留念都没有 他的现身 我们知道 人家正得清净发生 华严经上 原教粗度以上 都有个人 就是 红文评上讲的三十二页 通通就住了 应一佛神得度 他就先佛神 原教粗度就先佛神 他是真佛 他不是下佛 他住在哪里 变法界虚空界 跟他是一体 就是他住了 所以 无论什么处所 无论什么世界 只要有人 真正起心动念 想学佛 他就实现 我们每个众生要知道 过去无时 未来无中 无时无中的空间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的 这个空间 失踪是讲世界 这个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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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尽信的人 他的 信德 就是他的法神 所以法神 变一切处 变一切始 任何众生 只要有感 立刻就应 他没有来去 就在先前 所以大臣讲的 即在当下 这句话是真的 是真话 就在当下 没有过去 未来 没有磁戒 他方 时空 都不存在了 迷的时候 有妄想 分别执着 有时空 觉悟的时候 没有了 菩萨在 白法明文论里头 把这个四世真相 已经跟我们讲得 清清楚楚 时间空间 在白法里面 是不相应刑法 所谓不相应刑法 就是现在人所说的 抽象概念 不是四世 是个抽象概念 我们要认识清楚 要认识明白 菩萨在哪里 就在当下 从来没有 离开过我们 我们也没有 离开过他 只是我们 迷了自信 见不到 如果 就无自信 那你就晓得 没离开过 而极乐 在其中 多有一声 补出 其速甚多 非是算术 所能致之 但可以 无量 无边 阿森 其说 这一段 是弥陀经的经文 佛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 神仙贤之动 是大圣 不是小圣 一生不出 像弥勒菩萨 像观世音菩萨 将来 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的 语言 净了 他就退位了 就回到 长济光了 观音菩萨 就借替他 在极乐世界 臣佛 观音菩萨的语言 静的时候 回长济光了 大师志菩萨 就借观音菩萨 所以那个世界 只有正法 没有像法 也没有末法 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佛 法韵 有像法 有末法 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 永远有佛读实 一个接一个 你看我们这一次 释迦牟尼佛 入灭了 底下一尊佛 是弥勒菩萨 要来称佛 什么时候来的 尼勒下神经上 告诉我们 56亿 七千万年之后 尼勒菩萨才来 当中这么长的时间 这世间没有佛 没佛教可怜 众生造业 佛活在二日慈悲 有个代理佛 这么长的时间 代理是谁呢 地藏王菩萨 现在是释迦佛的 末法时期 地藏菩萨已经上任了 已经在代理了 那地藏是什么意思 这个要知道 孝勤尊死 只要众生 真正孝生父母 尊死中道 他就有缘 遇到圣贤 如果没有这个心念 他一生 遇到 纵然遇到 也是刹那就过去了 得不到 神仙教会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心态多么重要 心态 再决定一切 事处事件法 都没有例外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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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